我的心情 請問Alan 這道菜是什麼東西 這一道三明治名字 非常非常的長 它的全名叫做 香蕉 巧克力 花生 蒸果醬 Double Cheese 三明治 這個是在我在芝加哥的一家咖啡店吃到的 真的假的 對 那時候我吃到我覺得非常特別 然後我就想 就跟當地的廚師朋友跟我講 變成什麼做 這一道來自芝加哥的熱門甜點 用料可是相當豐富 在特製的大片吐司上 分別抹上奶油 再各自塗抹Twin Cheese 以及厚厚的花生醬 接著再放上一整根切片的香蕉 然後秘密武器上場 居然是加入棉花糖 最後再淋上濃濃的巧克力醬 還有Cheddar Cheese 終於可以放進熱壓機裡 讓滿滿的餡料完美的結合在一起 熱壓這個動作呢 第一個它可以讓食材再加熱 不管是鹹類的三明治 或甜類的三明治 它可以讓食材的味道 重新再換起來 再加上它的麵包呢 在外層的部分 在鐵板接觸那一面 如果塗上奶油的話 塗上牛油或黃油 它可以讓麵包呢 外層會更酥脆 它可以保持裡面的生肉 所以這就是瑞亞三明治 很受歡迎的地方 我小時候滿喜歡吃 花生醬跟香蕉 然後我念大學的時候 也很缺錢的時候 我也偉常吃 到我現在吃的就是 冰濟飯 就是什麼 蒸果啊 巧克力 什麼都有 真的很棒 你看就是很多不同的材料在裡面 然後它的味道就是很豐富 對 比我一半的香蕉花生醬 三明治好很多啊 這個是美國 好像是美國人很喜歡這種口味 真的 我個人也是超喜歡的 這個特色是 非常非常的香甜 那這個香甜呢 是在台灣很少吃到 但是它甜卻不會讓我覺得很膩 然後這個巧克力醬 跟香蕉非常非常的大 再加花生 一點鹹甜的花生醬 它把這三樣東西 融合在一起 然後最後我發現 它有加了棉花糖 那這個棉花糖的這個甜味呢 又跟巧克力的甜味又不太一樣 最後你會覺得 有一種鹹鹹甜甜 然後加上香蕉的一個香醇的味道 你就覺得 當時真的很覺得驚為甜的 所以後來回台灣以後 我很想讓台灣也吃到這種 很正宗的一個美國口味 不過老闆很用心 為了讓三明治吃起來甜而不膩 選用哪一種香蕉 可是一大關鍵喔 當時香蕉有用了 高雄的奇酸香蕉 也有用了台中的香蕉 然後發現奇酸香蕉 它的甜味比較強 那台中的香蕉呢 它的味道雖然沒那麼甜 但是它的香味比較重 再加上香蕉 其實它比較軒 比較適合你來熱量 所以我們就選用哪一種香蕉 熱壓三明治 還特別搭配鹹鹹的薯片 以及蔬菜沙拉 可以調和甜膩的味蕉 又能兼顧健康及身材喔 好 旁邊是 這個也超豐富 看到草莓 但其他還有什麼東西 我們用了草莓還有冰淇淋 然後還有我們自己打的一些鮮蘭油 對 那這個東西叫做 荷蘭甜心鬆餅 這東西原名叫Dutch Baby 它比較特別 Dutch Baby 荷蘭甜心 荷蘭 對 荷蘭甜心 它的特色其實主要在台灣是非常少見 那我們一般台灣可以吃得到的鬆餅 最受歡迎的應該就是兩種 一種是Pancake圓形的這種鬆餅 那另外一種是格子狀的比利時鬆餅 那我們賣的這種鐵鍋鬆餅 它原名叫Dutch Baby 那翻譯的話其實叫荷蘭甜心 那這種鬆餅的特色它是用鐵鍋 它必須用鐵鍋倒入麵糰去烤 烤出來的話呢 它的口感其實跟外面的Waffel 或是Pancake有點不太一樣 它沒有那麼鬆軟 它帶的是稍微有一點Q勁 那可以吃到外層的一些焦脆的香氣 然後吃到裡面一點Q 像麻糬的一個很有趣的口感 那這個東西其實是據說 是在美國南方的鄉下 我媽媽在小朋友放學回家的時候 做個小朋友吃的點心 可能就利用手邊現有的麵粉 牛奶雞蛋 就可以快速的做出一個麵糊 放到全鍋去烘烤 那我們那時候在國外吃到的時候 覺得這個東西很特別 所以我們也想說把它帶給國人 可以試試看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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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